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共产纳摩瓦海军基地 这处坐落在古巴领土上的美军基地里面有一座军事监狱 关押着美军在所谓反恐战争中 抓获的不法分子和恐怖嫌犯 基地内驻扎着近亿万名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官邻 能够容纳多达50艘军舰 美国下沿山军事基地头顶数千英尺或高沿山体的这座庞大地下基地 能够抵约地震和爆炸的影响 由巨大弹簧和管道连接件组成的复杂系统 能够在发生灾难时 保证基地正常运转 下沿山基地曾是美国太空司令部和北美防空司令部总部所在地 这两个部门在2008年搬迁去彼得森空军基地 下沿山则被用作后被指挥中心 挪威奥拉夫斯沃人海军基地 这座已经废弃的挪威皇家海军基地 主要在冷战期建工 美国潜艇巡罗北冰羊使用 基地内有庞大的地下干船坞 通过隧道连通外面的海洋 这座干船坞在2009年关闭 最后卖给了四人买 苍 你会不会照顾放下 你会有下车